英國的NEWSPIN案子其實並不是全世界第一屆 但是我挑到他知道第一個原因 因為他我看得懂 因為有些當漫畫 那瑞典文我還看不懂 還有那很Official Translation 但是我覺得那些案子應該也是相當類似的 那英國這個案子算是英國的第一屆案 事後他發了非常多件 他這個NEWSPIN案子是2011年7月判的 然後他判了之後他在應該是10月的時候 做出那個靜志玲的具體內容 之後在2012年2013年都有陸續在一些新的案子 而且都是同一個法官叫做Justice Arnold 所以他的見解是非常一致的 然後他幾乎都是判直接可以工作 而且命運範圍還蠻短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具體個案 跟他的論點的情況 因為在其他案子應該是蠻類似的 這個案子的申請人事實上是六家 主要是那個所謂的 以前不是說美商八大 後來就變六大 那個主要的美國電影公司 那他們其實都是那個MPAA 就是電影協會 美國電影協會的會員 那而且他們這個Motion 這個Application 其實被其他的權力人也收穫蠻多 這個我在文章裡面都有把它注記出來 相對人是英國境內最大的寬敏服務網路 就是英國電信跟我們的中華電信差不多 那英國電信 那他的那個所涉及到的 當然他所涉及到的親權網站叫做Newspin Newspin這個網站 他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其實我論文有提到說 像以臺灣最常看到的所謂的跨境親權網站 大概什麼中心網 China的 還有美國的一個什麼 我昨天晚上上網去看 就是116 TV 反正那看來都是做華人弄的 很多華人的內容 那這網上絕大多說 他還有分多的目錄 去說有什麼類別 就是喜歡華語片 英語片 新的舊的各種熱門影片 各種 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 一個以親權為主的網站 那麼事實上 Newspin這個網站在這個案子之前 已經有提一個本案的一個民視訴訟 當時這一批同樣的權力人 對他提起一個諸侯權侵害的告訴 是針對網站的部分 也確定是有侵害 那當時那個是不同的法官 這個法官當時已經判定說 這個是有構成侵害 那他應該要停止侵權行為 但是他不但不停止 而且就改到這個境外去設了 設了一個Newspin2 而且是用同樣的行網 還是什麼的 那麼然後還是更擴大這個名頁 然後事實上 事實上他整個原來的判決是無效 沒有無效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那個原告申請人 他們決定要對BP提起這個訴訟的原因 那他這個依據的是 英國的一個1988年 著作權81997條A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他這好像比歐盟的海藏 可是他好像當時的修法 也加入這個條文 所以這個也算是美國法話之後的一個相關的條文 這Newspin2 這個網站重大侵權的情況 事實上那個申請人在提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蠻做花了一些effort去舉證的 那事實上這個經驗我也有 在當時我們10年前在做EVP的酷漏案的時候 也是要透過專家去怎麼去擷取 他當時封包傳輸的情況 有哪些影片 因為這些所有數位的侵權最難的是舉證跟收證的問題 他隨時都被引出 隨時會不見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當時應該有特殊的方式去收證 他找一些助理每天去檢查這個東西 那根據他當時申請的時候提出來的證據是說 他是因為2011年7月判明 他是在2010年9月的時候發現他光是電影類目錄裡面的34000多筆記錄裡面 有94.3%都是commercial available的著作 就是有著作權的 而且還是可能還在權力期間的 那剩下的1000多筆非常的少數也是可以取得內容的部分 那麼另外其他類別的比例都非常的高 像電視類高達99% 都是這些有人有權利的一些著作權的著作 音樂類90% 書籍93% 遊戲類90% 遊戲由戰機94都是高達9成以上 全部都是一些侵權的內容 而且他們是沒有取得授權的 所以這個情況應該算是蠻明顯的一個侵害的情況 那麼就這個本案來講 本案的這個法官Justice Arnold 所以他並沒有再去特別就這個侵權部分去認定 他只是把事實部分分析 因為他是侵權的情況已經在前案已經去認定 所以他這個案子主要的審酌的內容 就是針對可不可以對這個ISB 英國電信發一個這樣子的廣泛的一個禁制令 令他封鎖 那他主要的討論大概分兩部分 一個是管轄權 就是他有沒有權利的問題 第二個大部分就是